韓國很多雪中的牌子都在 這兩個是我們招牌 明星人都來的 連鮮開的 所以是很新的 這個是最好吃的人生的 可能是很濃的人生 就是這個 不笨 第二天 是我們第一天認識不到的 這間 終於來了 哇 好邪惡 加上鹽不是特別辣 但是很惹味 好吃到要喝完湯 這盒的東西 超便宜 110元港幣 這是粉絲 我覺得最好吃是 這樣25元 整個都是10元 粉絲是吸血汁 醬汁一流 我們現在吃我們最興奮的魚膏 期待了很多 我們找了很多人 怎麼知道原來在這裡 Hello大家 今天就是第二天了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就打算 都是購物 購物日 走到這個魚棚 那裡有很多店可以買衣 又準備全拼一班 轉頭去 轉頭去 是不是樂天嗎 Yang for Yang 樂天 for Yang 這裡呢 就想走走走很多不同的小中的牌子 真的韓國很多小中的牌子都在 但是這裡好像300點 現在已經差不多7點了 我們剩下一個小時 我們終於將煎隔離 冷到爆 我的褲呢 是透到不得了 看到嗎 真的 真的 所以我是超冷 這間呢 全部都是那些 那些 較為主要的衣服 成熟 女人味 這些全部都是 可以上班 所以現在這間衣服很便宜 然後我剛剛看對了 有一件衣服 你看到多漂亮 保持穿了這件 的白色 超漂亮的 二百多元 這件 魚肉背心和一件衣服都是四百多元 香港可能一件背心都一千元 第三樓 這層就是比較 香港都會看到的品牌比較多 七樓呢 就會出來這裡走 空中花園 對啦 空中花園之後走這個天橋呢 我們就可以在我旁邊 繼續走這個商場 就在這裡 繼續走 現在拍vlog是很困難啊 因為我手拿著很多東西 看外套又要靠了 然後剛剛拿著很大袋 的戰利品 然後 我覺得 這個韓國的vlog拍得很累 很考這個鼻力 現在我們就下去 看看有什麼走 我們今晚吃這間王妃的名堂 有兩間 這間是重要的 我們現在是 上去啦 這個和這個肉的話 油脂會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就是 這兩次我們招牌 這個是那個 那個油脂是比較中度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有點甜的 那個 醬牛排 然後或者你們可以嘗試 那個豬牛肉 甜豬排 然後就是 那個豬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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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豬肉 那個豬肉 糟了這麼多錢 那我們是上網查到了 這間是 Tru Cup Cup 名字 連這個EXO 還有RU 還有很多香港明星 都來過這裡 我們就想不想要過來試一下 但是 很早就關門了 大家要早點上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已經9點多 但是我們入路來的時候 就說已經 節奏給我們入 但是幸好我們有預訂台 我們點了三碟牛的 每碟可能五十幾萬瓦 總共點了一支酒 就一千多元 因為它這個其實服務很好 它是有專人給你燒賣的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好累喔 好累喔 我們終於限到你們鐵站了 好累喔 所以就是這樣走 運動量十足 我想說原來韓國的的士 韓國的的士 一到晚上它不提標 它是 趕一個價錢 你OK就OK 不OK就 總是加幾倍 原價幾倍的價錢 我們本來想要六千元去一個地方 為什麼它可以開我們兩萬元 六千和兩萬真的很多 三倍一點 早醒啊大家 我們今天就會去一個韓屋cafe打卡 山長水源 所以真的很早就起來 樣子很重 其實它的街道也很漂亮 一人一奧 是 I just think that I might have to spell it out for you So listen here I want this salt to be crystal clear Oh I care about you more than a lot This feeling is felt deep in my heart 我們叫了一人一個stead lunch 那就是pasta來的 那就是10萬元 跟香港差不多交 Cafe的價錢 但是這裡的景就一絕了 軟學蟹 意大利飯 那隻軟學蟹超大 這個呢 它有蒜頭爆香的意粉 即是它有蒜頭和蘸藍油 其實炒完的時候呢 這個意粉的蒜味是很香的 這個是天使麵 這個不是意粉 這個是天使麵 炸得很香 嗯 但是呢 它裡面的肉是很滑 它有很多蟹肉 這個 這個是黑松露忌廉creme pasta 你快點吃個牛吧 好有牛的味 有牛的味 你明明我說的 有牛沒有牛的味 它是很濃的那種甜質味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夠嫩 炭燒過呢 那個牛很香 芝士的份量是很多 基本上你每一條意粉 都是被creme cheese包圍著 而且creme cheese是很濃 很濃臭的 就是它不是那些水滴滴的那種 個人呢會喜歡那個軟殼鞋的那個 因為那個比較fresh 而且味道比較出一點 這個就是芝士味比較重 就比較creamy 而且比較濃一點 這間cafe呢 它是有六層 還有天台的 就是你每一層呢 都是打卡位 就是它這個每個地方 你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所以我十分推薦大家過來打卡 每一層呢 都有一個主題 我們比較推薦是三樓 三樓我們剛剛拍照那個 打卡位 我們覺得是最美的 現在吃完東西了 那就帶大家上來天台 看看上面有些什麼 但不是我覺得這裡很美 我真的要回家來 我真的要回家來的 我覺得這裡很美 但我只要沒來的 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要回家 Fuhouse 這台北 Cmr Cmr 我們現在來到現代百貨 它是2021年才開的 所以是很新 而且它是很Hit 很多年輕人都過來這裡走 這裡是韓國最大的一間百貨公司 這裡一共有六層 這裡的設計是超亮的 全部是一個純白色的設計 再加上一些綠色的植物 做一個點綴 你走得很舒服 因為其實這裡很大 它是可以購物 買很多潮牌 有化妝品、首飾、家品 或者是生活用品 和有兒童區 所以這裡適合男女老友 都可以過來走 除了有設計師品牌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 不同的國際品牌進駐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花一天過來走 因為你是走不完 所以這裡是很小的 這麼大 我們現在走的就是B2 這一層主要都是買一些潮牌 我們剛剛走得最久 就是那間Pier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潮牌 品牌可以買 有時候有些有折扣 所以就可以走一下 設計師品牌比較多 這一層可能受年輕人歡迎多一點 還有這裡是8點 所以如果大家來 要早一點 不然所有食物都會長 今天吃這個心雞湯 在我們酒店旁邊的 這個上網看到很高評價 所以一定要來試試 這是最好的 推薦 這是我 這是我 人心雞湯 是很濃人心味 它的飯是超好吃的 是糯米飯 然後真的很煙軟 很煙軟 然後夠雞 是超級滑 好好吃 好吃 我來了這麼多次韓國 三次韓國 這個是最好吃的 人心的 最好吃 最好吃 真的嗎? 怪不得 我就覺得很特別 人心果汁 真的有人心 人心加牛奶 是不是 很滑 不知道是不是 很可愛 好像在喝空氣 喝下去不是水 是泡膩 很重人心味 還有一些渣 感覺很薄 很薄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撿回酒店 然後走了 十二點 開始走東大門 走到現在 我們兩點半離開了 現在要體驗一下 韓國的生活 超級多人 沒有想過 這個時候也會這麼多人 千萬不要相信 好像那些韓劇那些 那些 因為好像有位置坐 之後 又不是很多人 之後 我們上去就糟糕了 很激 很多人 不過在巴士和地鐵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聊天 就是 走了東大門 走了幾個小時 只是買了幾件衣服 因為那些衣服 我發現全部都挺貴的 跟香港差不多價錢 單件都三百多 二三百這樣 批發價 不是 跟香港差不多價錢 不需要在這裡買 現在就去買一點點食物 那就回去睡覺了 在那個iPhone Health 我們每天走超過萬五步 韓國的運動量是多於香港 我在香港走一千步都沒有 一天 真的嗎 拜拜 拜拜 拜拜